而是超商的双雄之战 全家现在宣布说要斥资超过20亿 在新竹湖口规划进万平 作为面包的厂房 说2025年的时候就要启用了 而统一超呢 他们也喊出说 今年烘焙相关的营收 应该可以超过60亿元 店员忙着清点刚到货的新鲜面包 再放到货架上一一摆好 中吐司倒面包松饼多种品项 满足上班族早餐需求 看准白金商机夯 超商更要扩大产能来应战 除了黑金商机之外 现在超商更改网锁定白金商机 砸下了超过20亿元 在新竹湖口规划了进万平的面包厂房 预计将在2025年就会启用 另一家超商烘焙厂 更遍布中立湖口麻豆 甚至喊出今年烘焙相关营收 有望超过60亿 东西比较齐全嘛 比较好喝 我觉得他们是第一个 推出祭杯的 就是线上可以计备的就是功能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特大杯这种尺寸 然后全家刚好也有 塞本东西比较好吃吧 像全家最近有出冰淇淋嘛 就会想去全家吃 超商两大龙头 去年表现不分上下 其中全家去年全年营收907亿 每股大赚8.25元 比前年足足多了两块 今年你配发现金股力6.5元 而同一超去年营收 年在10.54% 创下营收新高 每股更赚进8.93元 全家股价也仅捐统一超之后 以统一超商来讲 它比较偏向的 例如说联名代言 或者是更多的是 所谓的一个特色产品开发 但是对于全家来讲的话 它比较偏好的是一个 主体线的发展 让消费者觉得说 在系列产品当中 它会演出出各种不同的口味 超商双雄 从咖啡口味到面包种类 再到季节促销 大厂黑白两经商机 互不相让 现在希望要收拾了 不知 特别不